我们的贵宾黎比德先生唱好音乐故事 我们讲了这么多Sam的东西 我们趁现在这个机会 我们讲少少黄尖好不好 可以 我都表态过 我其实真的很少所谓偶像 我觉得黄尖是我一个不折不扣的偶像 而Peter 你和黄尖 也有很多机会合作过 甚至是老友 我再在这里补充多一句 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谈过 我认为很多年之前 你有讲到黄尖的故事给我听 今天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讲一讲 我和黄尖绝对不是相识于微视 是相识于衰事 是他最衰的那种事 但黄尖有衰过吗? 你不觉得吗? 最多就是恋爱不成功 那些在红馆跪下求婚 我们也不讲 大家都知道 我讲的大家也不知 好 请讲 当时我在玉狼机构 和玉狼电影部 搞过一两部电影 当时有几个美女 整天找我一起吃饭 包括刘嘉玲 吴君如 但我有点讲笑性质 吴君如也是美女 因为她的轮角很像印度人 你不觉得吗? 印度人 你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吗? 夏昌秋漂亮不漂亮? 那当然不漂亮 那你用美与不美丽去衡量 就会死定了 不是我讲笑而已 因为我认识吴君如 16岁而已 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16岁 还没进UIT 那时我认识他 我认识他 还有曾华善 三个 很友善的闺女 我当时在玉狼电影 黄尊跟他们很合谈 有一段时间 我来我家 聊天 他三个美丽 我 第一次在我家 每晚可以聊通宵 拿着GHO 便愉快 我记得 如果刘家玲 现在听这个节目 我想他感怀身世 都会落泪 当年我有两颗 一颗咸水 一颗淡水 他整晚 很少感触 看着颗咸水雨 又看着颗咸水雨 就很悲哀 我就问他什么事 他又不说 我说你累了 你就睡觉了 睡了一张床 我个人也叫君子 不会成人之危 因为当年的刘家玲 是连广东话都不正的 我亦都教过他 怎样说广东话 怎样看报纸 用诺音机 我都觉得刘家玲 现在听着 我想他很大感触 他未成名的时候 但他为何未成名 但他未成名 他都会和你们 在一起 是因为 因为黄尖 每次黄尖 和他们来的 开车车 我当时 我有层楼 在玉郎集团附近 我来的时候 都是谈通宵的 其实谈什么呢 娱乐圈的事 所有事 人生的事也有说 你知道占叔的 是 就在我家 位置到我家 我就感觉 那时候 好像黄尖 已经是高英丹 高英丹的 你的感觉是来自什么 你自身车 你见到他 握着二手 然后租楼面神道 租楼住 我已经觉得 经济好 会不会是那时候 你反而的经济改善了 我很好 我很好 是的 那时候你的经济好了 你觉得黄尖 绝对是你欣赏的人 绝对 他不应该在物质的水平上 会处于这样的阶段 会不会是这样的呢 但是他的人 就是一个老頑童 他同心未敏的嘛 他每次召唤我 都说 福良们 做什么 吃饭 可以的了 他这个世界里面 对金钱 是如困土的 感觉 我为什么这么羡慕他 因为我又是这样的人嘛 大家有共通点 我可以买下车鞭 我也是 哈哈 是的 那你物以类罪 人以群分 那你跟他一齐觉得 我们最好 但他之前那些疲惫 我们也知道 当然 那是 他当时很厉害 但是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就是说 尖叔有一个 你这样的形容 这个没有贬 没有赞 只不过是你眼中 一个这样的一句说话 就是说 你觉得他也有些少的 刺财傲物 你到今天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看法 对他 刺财傲物 亦都很正常 我也很傲物 一般人都卖不到我身 我一看他不起 他也不符合这个程度 有些是猪狗 他跟你说话 你又要回答他 不需要 陳小宝也不同 好了 不要这么说 感谢 好 意思是这样 明白 尖叔是可以的 我可以接受他 自财傲物 不是每个都可以 有没有你的歌曲 你们两位合作过 就是今早就等到现在 是不是叫他合作 但是那次 我们在第一集 已经说了 大家可以听重温 那次是 你写了两三句 接着他把尾部 连资金都没有给你 是不是 合作 至今都没有 为什么会没有 合作呢 没有解释 因为各自各精彩 哦 他是和邓偉雄合作过 是 和我 怎会有 怎会有黄尖黎比德 没可能 不是 我做你们两位歌迷 我其实很渴望 你们两位 很简单 他可以有时不用歌词 他是音乐 你老哥 可以 或是在歌词 那边 是不是 他不会 他创开一声笑 他一定会自己搞 他怎么会 你帮我写 创开一声笑 那不可能 我试试这样问 在他这么多的作品里面 你刚才说 创开一声笑 你有没有 哪一首你觉得 值得提出来的 你觉得 我说歌词 世界真小小 咦 这个是冷碗宣宅 我们觉得 这些是很童真的东西 不是 因为他能够在 平淡里见功夫 一句这么简单的歌词 但是你能够 在迪士轟动全世界 不过你的版本就是广东 你本身的歌词 是真是世界性的 这个 这个我又有故事 轮到我说 来 我记得我初初认识 王占 你知道 我在他的眼中 始终一定是万倍 但因为我工作的关系 我是有很多机会 跟他接触 我第一次见到他 真真正正埋牙坐下 可以聊天 他一见到我 就说 小宝 你还可以 你现在保励金 还可以 那我说 我还是托大家 乖 乖 就是这样 接着他第二个就说 老实 这个世界真正小的版权 保励金 好像还没有给我 这么搞笑 所以我很记得 我就觉得 我第一次见到我偶尚 我偶尚 第一 给了我一个感觉 就是原来他 眼中 只是S两栋 喂 关我什么事 我已经是刚刚伸进去 这个集团 你给我拿钱 当然 我明白 他这个人是很豪爽 他根本不在乎 他只不觉得 你是保励金 好像有些救资 还没找到 喂 跟你说两句 他也有意思 可能他心里很不舒服 他是觉得不开心 他肯定觉得 有一笔这样的东西未清 我记得陈小宫 我就想说 就是这个意思 保励金 那时候发过猪头 应该给他 我不知道 又没有钱 那时候 他可能是 等钱花 你知道他大人花 我们试试问 他的豪情 在你眼中 有没有一两个故事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他的豪情 当老肯的时候 我和他没关系 所以我和他相识于 他最坏的 那时候 帮红线女 写四大美人 但是 其实对我来说 你知道我是听西曲 但是我真的觉得 黄尖 红线女 这样的合作 这个是经典 这个是绝对经典 我不知道你和不同意 这个是绝对经典 我们不能出来的效果 是怎样的 这是他一种梦想 我记得 那一年 帮红线女 那时候 他还没出现 那首歌 就已经 我在他家 凌晨三两点 就打电话来 就要和他谈 谈这首歌 如何处理 《四大美人》 这首唱片 如何处理 他每次都问我 因为他对粤剧 不太清楚 占缩 我知道 但我看到他桌面上很多书 都关于粤剧的东西 他是恶宝的 你说 你认真 对着红线女 你真的没办法谈 你只是首歌 对吧 那很多东西就问我 因为我在粤剧界 你本身上一阵 明白 你有一定的认识 还有你的基础一定比他强 这个我很肯定 我也承认 这个我们绝对不容怀疑 黄占 你还有什么想说 因为我才是 我眼中想问的问题 你说他不够坏 我觉得他已经很坏了 到尾 我认识他 那时候 我反而 如果大家真的在这里 怀面一下占叔 我觉得 黄占在我眼中 就算他是我偶像 我都真的不能落 的那段时间 就是 他 求婚不遂 是 然后 他去到哪里 都是冷醉而来 是 还有 他是 習慣了 很好情的 包括了他说粗口的好情 以前 我们觉得 其实我们很开心 可以听到他 我都不当他是粗口 没错 但是 在那段时间 他已经开始 放屁自己 任何场合 对他来说 我觉得 一个这么见过世面的人 亦是一个 这么受到大家尊敬的人 他真的任何场合 都可以走出来 说粗口 还可以醉了之后 在指示台上的人来骂 这是我自己觉得 很痛心 他最努力 就是 当着阿成浪面前 是 这个最努力 是 一个人喝大了 什么都可以做出 之后 所以我们很痛心 是 所以我很痛心 当然 成龙那个 我就不在现场 但是我想问 看看你能否分辨 他和成龙的合作 是如何开始的呢 他就是 之前有些英雄地 大家碰头 你喝大两杯 就会做一些很不理性 匪夷所思的事 我觉得有时候很难说 意外 意外 后来 后来大哥大 搞定了 好 我们今天 这个黄尖的部分 我们说到这里 在我的有限的思维里面 我觉得这首歌 不应该出现在我们唱好音乐故事里面 不过 在黎比德这个无限創意的世界里面 他说这首歌是我最喜爱的歌曲 《余安安》 大家都忘了原来他唱歌 自由在我手 那究竟 为什么这首歌会成为你最喜爱 你刚才说这句话 当年小田过了身 我在追尸户里面 说了这句对白 对着《余安安》 他说多不好意思 即是你们有些豪情 是的 我唯有跟安安说 真的很对不起 好的 我怎么想到余安安是个歌星 那即是提醒我 余安安小姐 不好意思 我是陈小峰 我先生也有些话说错 是的 又怪莫怪 每个人都可以得罪 女人都不要得罪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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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一下《自由在我手》 就这样的歌名 都听到又是你的东西 即是你的生活态度 黎比德的人生作风 这首歌你有一件事要说 为什么会这样走出来 第一 就是路国占写第一版 麦当红红约我去 约小田 喝咖啡 就说 喂 不like 不喜欢路国占的版本 就要我重新写过 我说这样 他需要我改 我说改就不要了 你去好层楼 怎样改 拆掉 大佬 那我就重新写过 路国占 我想到 应该知道 他写了第一版本 然后出现了 好 就做了 年轻人的主题曲 当年的 你知不知道是年轻人的电影 知道 麦当红红监制 怎会不知道 出了街之后 我很大压力 因为很多专门作家 就说 喂 你自由在我手 为什么他里面的东西 好像有点 煽动 一些人 离家出走 因为当年很多少女 离家出走 我们做填词人 基本上要有使命感 写每一件事 你都不能毒害年轻人 那部电影是毒害年轻人的 是 就是因为电影的问题 那部电影是毒害的 那部电影是毒害的 我是很无辜的 我觉得自由在我手 究竟有什么犯罪感 在他们那些年轻人来说 她真的觉得自由在我手 对 对 但那些围盗之事 就认为 你冤鬼 那你做事不负责任吗 那你写一首歌词 就呼吁他们离家出走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是正确的 当年 那我觉得 刘鹏离家出走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 为了爬格子而爬格子 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们也很大压力 写一篇 明白 有时候你不觉 那就算吧 但是问题 好了 你在创作一首歌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到 社会责任呢 有 尖沙咀消时便有 当年尖沙咀消时是怎么写的 为了一对波鞋 就是去兼职的小女孩 是无知的 知道 那些援交的 收到 她不是援交 我那时候没有援交 就去那些迷你的卡拉OK做 我就写那些尖沙咀消时而已 但我要有社会责任 就是不能够那么怒骨 唯有怎样 最后两句 但愿苏士你青春不在乱散 光阴一去便不返 意思是 收回正论 收回正论 之前你每天摘几轮蝦 狗蛋吃饭 根本就把那些人卡通化了 明白 好 我们回到自由唱歌手 你知道那部电影是讲这些 其实英文是Runaway 才是离家出走 你很难服侍麦当雄 如果这个概念也不是说那些 你说撑了其他样 唱了一座 但你可以不接的 怎样可以不接呢 我写的时候还未知 专壇作者的慧道知事会 你看看里面的歌词 哪里有会煽动一些 小女孩离家出走 我先和你已经说 有一些是为爬格子而爬格子的说话 那些叫什么 欲家之罪 无坏无辞 我们很无辜 我们会被动的 那这个歌 余安安 你有没有考虑 我写一份歌词 回到我们之前讲笑的 那些话题 你找过余安安唱 你自己有没有考虑 你写一份歌词的时候 你也希望唱歌的 除了出名之外 也希望起码一定有一定的水平 我不敢说余安安没有水平 但问题的确的水平是存疑的 那你有没有考虑 原来让余安安唱 你有没有这些反应 我们填词人根本是很被动的 主要是唱片监制 他要谁唱就谁唱 那难道我写Wenica 给了陈伯强唱吗 也会 假如我不是小田做监制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 这就是说制愈的问题 我再说两句 我和很多团执人合作过 不开名 但有些真的会问你 当然这个不包括Peter 他已经说过了 他的个人风格 有些真的会问 是谁唱的 是谁唱的 我 我想想 问会问 但你没有说的 但是有些就说不写 你动的也不写 你动的也不写 那谁说不写 你也好 说不写也不写 那时候 你也知道我 半个团执人 我不是那么厉害 你好厉害 你是林直的 我这只不用 那只不用 林敏聪更糟糕 傻的 他对 他对 这个我们大家完全明白 我怕我们两个说完之后 我两个都傻 不是 感染力很厉害 磁场很厉害 我怕 这个人实在太多东西 值得我说 因为他出生是靠我的 哦 说两句 说两句 因为他出生 背着书包 就没工作 读完书 说不一业 刚刚有朋友 就认识姓黎 就跟他熟 就说 喂 有个人 你可不可以关照他 我说怎么样 那时候我认识了一部电影 关照他怎么关照 我说 找些事情他去做 好 我就插他去 剧组里 要他做美纸 不是母纸 他不懂得打 就在美术纸上 我说 随便了 求他支付人工 就来跟我 晚上通宵 就问我 这些歌词怎么写 哦 有趣 这个叫林敏聪 好 我们在这里非常感谢 尼比特和我们聊天